好,謝謝 好,就延續我們昨天所講的部分有沒有 我們最後不是就是死亡的部分嗎? 那個其實是大家每天其實 每個人其實終其一生 其實必定要面對到的 每天也都會練習 每天也會練習怎麼說呢? 就睡著了 怎麼睡呢? 就是你的詮釋可以幫我們多闡述一些嗎? 因為就是對有一些平凡如我而言有沒有 那可能不太理解就是 即使我之前說我已經理解了 就是慢慢了解你在講說就是 那八小時是什麼意義有沒有 但是 那八小時你跟世界沒有什麼互動 世界也是在沒有你的情況下運行 那個就類似是遇死亡 可是當你那八小時的時候 其實你完全獨處的時候 你那時候 如果我把它詮釋成就是說 您在看書或是你在做你的事情的時候 你完全沒有跟 就是我們之前所提到就是說 所謂的就是跟大家互動 完全都沒有 所以您將那個狀態稱為就是說 其實每天的那段時間就是 與世界隔離的一段死亡 對,所以從世界的角度來看 就是我不是一個行動者 我也受不到世界的資訊 那就是死亡 理解 可是這個對於一般人來講 好像比較難去 蠻難去理解 那可是所以這是屬於你自己的方式 給你自己的詮釋 跟你自己的態度 對啊,確實如此 那如果 你隨時要講 但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會不會心理 我覺得是一種心理上 尤其是年紀漸長的時候 有時候 也感覺到其實睡覺真的跟死亡有點接近 所以這樣的話會有點不太想睡覺 對,會變成說 醒著的時候 反而每一分鐘都很珍惜 不拖到最後一刻不去睡覺 就覺得有點那種 心願未了的話 要先做完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我從很小就是這樣 那這樣的話 其實會影響到睡眠嗎? 不過如果你真的就是 行程的時候 就已經把心願都了了 那當然就可以睡得很好 所以前提就是要先把 未完成的心思 心願給了 對對對 我相信 因為如果從小到大 因為我本來不太相信 有一陣子 其實我鬧心的時候 其實我會睡不著 對 可是經過就是 如果真的什麼東西都放下 了如於心的時候 其實 其實想完也累了 也該睡了 對 我的理解是這樣 是這樣子 對 那如果是這樣子 對不起 沒事 如果是這樣講的話 就是每天其實都在練習 了結心事 然後面對有抱 對 不能說有抱死亡 至少就是正向的 安然的 明目 對 所以每天都要做這個練習 對 那我們在面對一個人 就是一生安然的明目的時候 然後一樣的 我的方式一樣的兩種 就是一個就是 你一個人怎麼面對 然後還有就是說 那對很多人來講的話 當很多時候 至少百分之九的人 他比較難以就是這麼的 坦然 坦然 那時候就是說 我們可以怎麼樣 就是說一起來共同學習成長 對 其實每天練習這種就是在睡前 把心事都放下來 這個是任何人都可以練習的 所謂今日是今日必 其實就是在講這件事情 那而且這個對創新也有好處 因為當你把心願都了了之後 你心裡才有那個空間 讓創新的想法進來 不然的話 隔天還是再重複 昨天沒做完的那件事情 或者再重複 昨天做事情的方法而已 所以我覺得 就算不是把它當作 擁抱死亡 或面對死亡來練習 而是當作說 在心裡留下創新的空間 因為你email都回完了 你就是沒有掛礙 那這個也是一個 很正向的一種練習的方式 理解 所以這個是您的建議嗎 不管是您 所以你說百分之九十的這些朋友 如果他不要把它想成是 練習面對死亡 那他也可以是把它練習 面對創新的可能性 對 可是 就如同剛剛我們坐下來的時候 我說 我每天都會想一下 因為這次剛好就是 在跟您互動有沒有 都會想說 我每次哪邊有漏掉 或是哪一些我有疑問的部分 那如果一旦遇到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我要真的放掉嗎 我其實放不掉 我必須要等到明天的時候 或是 因為剛剛是 就明天或是下次再見到你的時候 然後我才有可能就是 去解決一下 難道我自己想要思念嗎 不然你就可以把它記下來 好不像說寫在你的 YouTube的留言 或什麼地方 像我的做法的話 如果我睡前覺得說 有一些我沒有做完的 那我就是把它當做 他還可以做的事情 我也是把它公佈出來 所以公佈出來之後 也不一定要我 如果我醒不來 別人看到值得做就去做了 可是如果是自己的 可是那個是因為說 您是 那您指的是公公事務 這個現在不是公公事務嗎 是啊 但是 如果是 如果是我的工作的話 我不可能把它寫在一圖上面 有可能 這樣的話 如果你就是 真的沒有醒來的話 下個採訪者還是會問嗎 應該是 應該是說 那好 那如果說 假如說我們今天不是採訪的話 是在我自己的工作 就是我其他的工作的領域裡面 就是別人不會幫你做的事情 這樣 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說 就是說 譬如說我在公司裡面 好 那這個我可以理解成 我不一定要公佈在一圖上面 對 我可以用我們公用的工具 概念是相同的 對 那如果說是我個人的部分 那我是一樣 就是寫一個memo下來 然後等到我下次碰到的時候 再有 就是再去請教就好了 就是說 真的才是真正的放下 也可以這樣說 去把它變成是 在你之外的某個東西 好 那這個是心態上面的 一種態度的調整 對不對 好 好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知道說這幾年下來 有沒有 就是那個聯合總醫院的 那個院長 就是我們有簽署 就是那一個 就是 我的生命有我自己 那個叫什麼卡 放棄急救 對 醫療卡 等於是說 過去我一定要拖到最後一秒 那現在的話 就是說我不要牽累到我的家人 我不要浪費醫療資源 然後我其實可以決定我自己 這個肉體的死亡 這樣 這個然後還有器官捐贈 這些都是從健康存者那邊 就可以助激的 對 對 自主醫療圈 對 我知道你們說的 對 因為那個卡 那從技術上面來講的話 就是說 那除了心態上面 技術上面 技術上面的話 這個方 除了那兩個方式 我們已經知道了 可不可以藉由您的口 然後來講一下我們台灣 他的 我也不曉得 今天又可能 因為昨天下雨 今天有陽光 我今天感覺走在路上 然後外面那個行政院的那個馬路 有沒有 他剛好在挖路 然後我就想說 不知道這什麼天安娜 可是我心情也是蠻好 那昨天雖然我分享了一個 我沿路悲傷的故事 對啊 但我在那個 可是我昨天我在那邊 西風古雨的時候 等的時候 我看 你看 我 去了好幾次那個 你看 外面多漂亮啊 對啊 很漂亮啊 對啊 所以我就說 那 我的問題是說 就是說 在技術上面的話 我們今天 在面對 就是最後一個來臨的時候 有時候就是 因為我真的曾經有看過 就是說 有朋友他可能 因為 尤其是 尤其是今年走的人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很年狀的 蠻多的就走了這樣子 那在那一刻的時候 呃 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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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待 或陪伴者在看待的時候 你覺得他們應該應該要 有什麼樣 不一樣的理解 跟 跟面對這樣 不過自己在看待 自己已經不在了 這個 為什麼不怕死 就是因為他來的時候 我不在了 那 對啊 沒有自己可言 那 你真的死的那一刻 你已經不在了 那前一刻啊 前一刻就好像 你閉上眼睛 準備入睡那一刻一樣 對啊 但你這樣太坦然了 不是 在事實上是這樣 事實上是這樣 對啊 就是說物理上是這樣 對啊 就是有人問我睡前一定做什麼 一定閉上眼睛 因為真正眼睛沒辦法睡 真的是這樣 對啊 對啊 你要關公啊 嗯 張飛拔 關公啊 張飛拔 好 我們不吵這個回去 我查個人這個我錯好了 我記得是關公嗎 真的嗎 對啊 官二爺他在刮骨的時候 嗯 他在刮骨的時候 他就是那個滑頭棒 他刮骨 對 好我不要跟你抬槓 其實是張飛拔 嗯 刮骨療毒 他是不需要用馬的字 嗯 對 張著眼睛 然後還可以睡 然後那個 想要殺他的刺客 這個 誤以為他還行者 那一段好像是張飛 好 好我相信 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之前已經真的 好 對 那所以就是說 您心想中就是說 人家問您的時候有沒有 就是說 就是閉上眼的那一刻有沒有 那在之前 人總有一些牽掛吧 或有一些就是說 不知如何處理的時候 真的就跟睡前一樣 就剛剛講到 能夠交給別人做的 交給別人做 不能交給別人做 只對你自由意義的把它寫下來 就這樣 我們剛不是討論過這段 我知道我們沒有討論過這段 但這段對於很多人來講 不要說是我 應該他的話 應該也有很多的疑問吧 就是說 就是 這個是 真的一切都想透了 才能夠 就是畢竟是少數的人吧 那假如說我們是 面對 普羅大眾的話 那普羅大眾 有那麼容易就 就是 就真的這麼 就是放下嗎 因為譬如說 我也曾經看過 醫院的這樣 沒有是不容易放下 就多練習啊 每天睡覺就是一種練習 那大概人生什麼時候開始的時候 就是說 他要做這樣的練習呢 年輕 二十歲 真的是 我是從出生就開始嘛 對啊 從我大概聽得懂話 大概三四歲 四歲吧 對不對 醫師告訴我說 誒 我活不到 開到年紀的話 百分之五十的機率就掛掉了 差不多那個時候 就已經開始練習了 但是每個人 當然碰到這個機緣是不一樣嘛 有些人是一定要什麼 走到城門外面 看到生老病死才會 就是有所了解 對 所以就是 我想每個人緣分不同 理解 理解 對 我每次都忘記 因為你每 你的 就我們在聊天的過程當中 我常常會忘記 你有先天性性上病 對 你的手術完是好的 沒有錯 對 所以我就比較 就我忘記了 所以因為你有那段的經驗這樣 那如果說一般人 其實他沒有這樣的經驗的時候 他沒有這樣的經驗通常是自己的親人或很好的朋友 當初的時候 他會好像不得不想到 對 那如果說是對於陪伴者來講 那可以怎樣去 因為我可以自我修行嗎 我可以自我練習 就是說 好 我現在或許是一個 放下 就是舉例 就是說 我從現在開始慢慢練習 等到我 最後一刻的時候 走的時候 其實我就 放下 就拜拜 這樣子 那可是對於身旁的人 因為畢竟就是說 我們 對 因為有很多種理論 當然就是說 我是屬於那種 上次我其實也有跟您提到 就是屬於那種 個體性的人 但我被罵過 就是罵過我不孝 罵過我這個 怎麼這樣 然後 然後 我覺得 為什麼我在 跟你談話 我要揭露我的生母 然後 對 但是很多人 並不是這個樣子 很多人他生 他會覺得就是說 他還有父母 他還有小孩 然後他還有就是 親朋好友 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就是說 不一定要改變社會 可是如果我們 從開始到現在 我們講到就是說 就是我們不管在 我們在進行很多事情的時候 其實就是 登陸跟登出的時候 希望說 就登出的時候 比登陸的時候 的那個世界更好 對啊 所以如果對你的 親朋好友來講 就是他可以 預先想到說 那在你的木製名上面 可以說 這個人 因為 不知道挑戰了社會的 條條框框啊 還是 就是有活出 勇敢的自己啊 能夠以後人 一起發 什麼之類啊 等等 那這個就是你的 你的legacy 就是你讓世界 更好的部分 那他們能夠把這一部分 繼續傳播出去 那就好像你還在啊 一般不都是這樣講嗎 那 冒昧的說 對 那你希望 你未來的孟治民上面 要留一句什麼樣的話 還不知道啊 都可以 還沒有想嗎 不用特別寫什麼 我是覺得不要特別 空白 對啊 全心空白 這個是因為 你現在跟我講 我們對談 我想過這件事情 OK 那你想 全心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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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笑話 全心空白 寬度跟高度一樣 對一個空白 我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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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空白的方形 因為有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 會比較難 對 就是 就還沒有 進入狀況的時候 就 我們比較沒有辦法理解 你剛剛講的那個 就是一個 一個方形的墓碑 上面什麼 都不要刻這樣 你要立方體也可以 那臉堂後兩次都不要有嗎 都可以不需要 萬一以後 你未來 仰望你的人或是你的朋友 就看你的事怎麼辦 他就自己 就是 打個hashtag 湯峰 我們第一次不是有講 有 那是你有講 但是 好 我是可以接受 我不曉得 就是說 對於 不過這個觀念 其實現在慢慢也有了 因為有很多時候 就是說 因為過去我們一定要 覺得說 有一個 那個 就土葬嘛 用以土葬的方式 但現在其實有所謂的就是 你就是 來自自然回歸自然 對 然後其實也符合就是說 您講的所謂的那個 就是環保永續的概念 對 就空間葬 對空間葬 上次我看到 因為我之前本來是講到墓葬 對 樹葬 後來我看花葬 後來看到空間葬 就覺得 這個其實還不錯 空間葬 超好的 連杯都不用有 連你那個 空間都不需要有 對嗎 是啊 好 好 那如果要您 好 我不要用 好 我問了 你要罵我就罵好了 就是 如果要請您 就是用 就是用一句話 或是用一段話來 為死亡做一個註解 你會怎麼樣去形容它 就當初 好 好 好 我OK了 你可以嗎 對啊 事實上是這樣 我理性上都很OK 對啊 對啊 理性上都很OK 都覺得很好 也都可以理解 對啊 只是在那個執行的時候 不知道自己會不會有 還是有 掛愛 是 所以真正就是 無掛愛的 跟 表的心願 那其實是要有一些 要努力跟練習的 如果說 你已經從小就練習到 現在跟 我們現在才要開始 真正認真練習 那個功力應該是差 也許 對 還欲創什麼 對啊 對啊 所以你的答案呢 就我同意嘛 同意 而且舉了一個小說裡的比喻 可是對於 好 那 可是對 對於日本人來說 好了 對 可能沒有看過這個小說 對 對 那他們 尤其是他們又很 更重視 我不能 對 他們又更重視這種 理解 更重視這種 就是所謂的 不管是秩序還是傳統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 那對他們來講的話 就是說 那他們可能會覺得 這個部分 或甚至他們會相信有輪迴 吧吧吧吧 就登出之後 換一組叫秘再進來 是 登出之後再換個 換一組叫秘再進來 再創個角色 那 面對不同國情的人 比如說我們昨天也談到 你禮拜一天的時候參加那一個 就是 在略社區 過 論壇 那可是 這個就是不同的 不同的文化 對 就是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脈絡 那對不同文化不同的脈絡的人 就是說 你要怎麼樣去跟他們講說 就是這樣的 您的這樣的 一種主張這樣子 對 不過我的主張 簡單來講 就是當初的時候 要比登入的時候 的世界還更好 這是普世的 我不覺得這是特定於一個文化 那 所謂人只將死前也算 這個在各個文化裡面 都有類似的表述 我想這是一個一般性的東西 所以我不會特別覺得說 一定要用 我們剛剛講的那些字來描述 但是在任何文化裡面 一定都存在說 那一個人他只要在死前 他能夠告訴自己說 我沒有白來 我有讓世界比我來的時候好 那他就可以瞑目而失 這個在各個文化都是這樣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這輩子一定要做善人 我連那個小奸小惡 我都沒辦法做啦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您剛剛講的話裡面 您講說就是說 那就是人之將死 其言也散 然後還有就是說 人之將死 然後就是 我其實沒有什麼掛愛 我其實就可以瞑目了 那可是問題是說 很多時候 第一個 我剛剛一直跟您請教 就是說 我還是有掛愛啊 就是我的父母 我的親人什麼的 然後還有第二個就是說 好 其實說我就是真的就是 很奈我自己的個體性 那 我 就是我上次跟您分享那個 就是急身處處 從急身處處 我覺得人從急在檢下那一段裡面 他不是把關係剪掉 而是說其實我其實就是一個 獨立的個體 然後我父母其實也是這樣子 但是對於很多人來講 不見得就是說 理解 不是理解 就不見得贊同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因為有所謂的另外一層就是說 就是關係存在 那在您的不是這樣子之外有沒有 那不是這樣子之外的話 那他們在面對這樣的狀態底下 除了您剛剛講的就是說 那個練習心態的部分有沒有 那在技術上面 那他們可以怎麼樣更放下 我是覺得沒有一定需要更放下 因為如果他還放不下 就表示說他還有一些事情要做才能放下 如果什麼都沒有處理 然後就自己忽然間放下了 那可能對旁邊的人來講 有的時候可能也是感到困擾吧 因為從旁邊的人的角度看起來 就好像說他自己提早登出了 那就是 那當然就是自殺嘛 那但是跟這個強制登出就是被謀殺 來講當然哪一個比較慘很難講啊 那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旁邊的人一定會不習慣 因為是一件突兀的事情 對那所以我覺得就是自己把自己強制登出 雖然可能感覺上面不像謀殺一樣 這個親屬要花很多時間去想說 你到底要就是報復呢還是要原諒呢還是怎麼樣 因為還有一個殺人犯活著嘛 那自殺的話殺人犯已經死了嘛 所以就是說相對來上稍微簡單一點 但是也是會造成額外的困擾 所以我是覺得說如果還有一些放不下 那就繼續活著 我並沒有鼓勵大家去自殺的意思 你如果還放不下 你就是把自己的關係經營到一個 大家覺得說那你還活著還滿有意義的那個情況 但是慢慢慢慢的還是每天睡前可以練習放下 這兩者是並行不備的 所以就是說我不知道我這樣理解對不對 就是說我們除了剛剛您談到自殺那部分 其實也感謝您就是有補足了 就是說我們第二次討論的時候 我們有討論到年輕人 因為我們那時候提到就是說 就是說年輕人身體自殺的事情 那個部分的有一些 有一些脈絡上面的那個 因為今天其實也發生了一件暗示 對 可是還有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就是一般人有沒有 他終究面對老去老這件事情 或是死亡這件事情 那的確我們在上一次 就是上 因為我剛剛講這第二次的時候 那第三次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提到就是說 就是老的時候有沒有 那你多有一些社會的參與 如同您提到的就是說 對啊 那就跟年輕感覺一樣 對 但是 但是 假設我體力不行啊 那就用腦力啊 那我腦力也不行啊 那就用各種別的 用這個 還不像說慈悲的力量 大愛的力量等等 那 情緒啊 感染力 影響力 總是還有一些 可以怎麼做呢 可是我們之前有講過啊 就是說 不管是說你自己 把自己的生活的心得 用寫下來或錄下來 或怎麼樣 讓它進入大家的一個記憶庫裡面 讓未來的人可以從中學習 這樣雖然你不是包括遊覽社區 跟很多人面對面相處 但是還是至少有一些人 可以從你的生活經驗裡面學習嗎 最少最少可以這樣做 理解 理解 對 因為昨天在聽這段的時候 可能因為到後面 那昨天的 對 那個可能 理解 理解 我也在思考這個部分 所以那個行動時間也出來了 對 我在面對老人那個部分 如果說我這一段 其實講白一點 就是說 我前面那段 每一段其實我建構好之後 後面那段其實 也就沒有那麼強烈的問題所在 那其實也回應到就是說 我們其實第二次談話的時候 其實我說 你其實就是你的體系 其實一以貫之 就是很簡單 是 的一個人這樣子 然後 這個是您的價值 也是不是價值 對 但你回答了我 就是說 您自己在練習上面 就是說 在練習上面 或技術上面也可以做的事情 是啊 我這樣理解我不知道 沒有問題 OK 好 那 你還有沒有 你還是覺得是太行而上嗎 我是OK 我覺得這是把很複雜的事情 其實就是 我這樣聽起來 我們找到一個核心 這些事情 就沒有什麼困擾 是啊 可以嗎 可以 因為我們昨天有一個結論 就是說 就是說 因為 就是我們昨天討論的時候 不是說 就是 我不是有請教你一個問題嗎 就是說 你怎麼沒有要放高啊 那到最後的時候 我們就說 其實經過這兩戰車的時候 到最後 我知道說 其實我們在討論過程裡面 您也回答我 就是說 到最後其實 你還是會拉回說 你想要講的 不見得是你想要講的 或是你想要表達的 而是說 你其實你有你自己的觀點在裡面 其實最後還是 還是在講那個永續的概念在裡面 只是 對 那只是說 您在 您做的方式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那我們就在講一講 就是說 那好像就是說 就很難就是在 往下延伸下去 可是後來我們發現 其實也不見不盡然 因為的確就是說 就是說 談不下去的時候 其實也蠻尷尬的 尤其還有一台這個東西在這裡 尬了 對 有點尬 你知道嗎 我也很怕 當然我也知道 你看你會覺得是工作什麼的 這樣子 但我也不希望 通常這個時候你就會自我揭露 那是因為 你已經發起我了 對啊 其實我們 我覺得 談話本來就是應該是要雙方的 對啊 其實 那是因為我一定相信你啊 是啊 我當然 好奇是 其實我覺得談話真的是 我 您已經 對我們 揭露了很多了 其實我們也是要回顧 謝謝謝謝 揭露的是我 不是你 我也可以揭露 沒有問題 所以我是發現 是不是 你凡事都可以 講的是話啊 凡為簡 這今天有點簡單 也有點簡單了 而是你都可以很快的 找到一件事情的 一件事情的本質 所以 譬如說像死亡 大家都會有很多很多困擾的地方 然後這件死亡就變成一個很 很 很麻煩 是他不會去 不會真正去面對 但是你可能 平常不會特別去想的事情 對 因為他可能是一個 大家把這個簡單事情變得很 可是那是因為平常不特別去想 也是 所以就累積一堆不相干的聯想上去 對 然後沒有真正去處理掉 對 但是您可能對這些事情 你都是直視他的 很適合性 對 所以就是抓 就是抓到一件 可以 可以處理的狀況 對 可以處理的狀況 然後 就從那個角度 不管你說從永續的角度 或者是說如果是別人死了 那他在世的時候 有讓世界變得怎麼樣更好 我從他這邊有所學習 我用這個方法 也讓世界上面其他需要過得更好的人也過得更好 那這樣我也不用特別去厚葬他 我幫他繼續做這件事 比厚葬他更重要等等 那這些都是完全一貫的想法 對 但是我講的這個 理性上我全部都可以理解 對 可是實際發生的時候就不是這樣 我就是我們一定會有很多的情緒反應 一方面 所以你已經對這件事情不會有情緒反應 我外公死的時候 我夜死的時候都還好 沒有什麼情緒 這就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做不到的事情 就是假如我的家人 經歷了家人的死亡 我覺得每一次 可能有時候其實是現在去回想 都還會有很多情緒的欺負 OK 我還好 你有哭嗎 完全沒有 因為你已經把這件事情生死 可以說就是一般人 日常用語大家就講說看透了 而且就是像我外公一百零幾歲 因為就有一天忽然吃的比較少了 然後過兩天就睡著就沒有醒來 就這樣 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對啊 那你要他活到兩百零幾歲嗎 對於如果是壯年 因為其實像今年 今年來說的話 我能夠完全同意您的想法跟觀點 但是比如說像壯年 我相信就是 就是華人工智慧學校的那個執行長 另外還有一位仕傑 這兩位仕傑都是比較年輕就當初 而且非常的突然這樣子 那如果是這樣的狀況嗎 像很快我們會在CLAB 就當代文化試驗場 會有一個算是藝術展吧 是我自己就是在2003 反正就是2000年出頭的時候 跟李仕傑一起有提過一個 一個數位藝術的計畫 叫PARAPORT 那在做那個計畫的時候 講的是關於身份證件的這件事情 以及就是如何把所有的數位主權 分散到用個人的方式來主張等等 那當時就是最後那個展覽沒有成功 但我們跟鄭屬利的那個提案 就帶我們認識很多國際的策展人 那當然他們現在就是回到CLAB 等於把當年的那一個策展 真的把它完成 然後也找了很多台灣當代的藝術家 來做這樣子的題目 那所以我就會跟當時的策展人有一個對談 他們就要我就是對這個對談去一個名字 因為新聞稿很快就會出來了 所以這應該可以解密喔 那我就把它取名叫做 IL空白Y空白A 就是存在著 就是列維納斯那個概念 對 那所以鄭屬利就加了三個漢字 就是IL空白Y空白A 點點點 存在著 空白... 這樣 那所以我們的討論呢 就好像伊利亞還在一樣 那他當年沒有完成的那個藝術計畫 那我們等於透過這個對談 也把它召喚出來 然後其中一對的藝術家們也會在現場吧 可能線上也會重現一個他的房間 就是他活著的那個房間那個地方 所以好像可以是跟他當年的那種思緒 繼續在對談 那所以這也算是一種紀念 但事實上比較重要的是 他當年想像的可以讓世界變得更好的方法 我們繼續執行啊 那這個比後藏塔當然來得重要 理解 所以就是說 面對突然而襲的一種衝擊 我們其實能夠做的事情 就是... 其實也不拖您剛剛所講的 對啊 可是他沒做完就可以讓世界更好事 那我們有空的時候幫他做一下 尤其是像現在的數位科技 其實更發達的時候 其實更有... 就像我們其實之前也有講過 他是兩面刃嘛 對 有一個部分其實他用在商業上面 企業四部門上面 對 一個部分的話其實就是在所謂的... 不管是社會 我只好有點懸給我一點時間 就是所謂的存在有沒有 但是在... 很多的那個... 不管是... 名人什麼人好了 因為反正第一次的時候 我就跟你講說 就是那個... 我要撕掉標籤這樣子 那... 也有講... 很多人在討論存在這件事情有沒有 那存在上面 它是... 尤其是存在主義 他很多時候其實不管是從... 哲學的角度 從小說的... 文學的角度 他其實都在講 就是... 存在的沒有或是一種痛苦 對 那當我在面對這樣子狀態的時候 我... 跟您所提的那個部分就是說 我是不是也可以選擇 就是我提早登出 對... 這當然是一個選擇 但是...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很多提早登出的人 他並沒有充分告知旁邊的人 主要還是旁邊的人準備的時間 就是... 你如果大家都覺得很突然 那是造成大家的麻煩 但是如果大家都已經預知了 已經知道了說 你六十天之後 這個完成了這些心願之後 你就會自己登出 那或者是... 多久以後 那你給他們充分準備 甚至他們祝福之下 那這個就是... 相對上來講 是比較好的一個狀況 我剛剛比較強調的是說 不是... 只是自己忽然覺得放下 但旁邊的人都還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 就登出嘛 但是這個... 反過來講的話 他的否定命題就是說 如果旁邊的人都覺得... 也不錯 他們也放下了 那就很好一件喜事了 就彼此嘛 對啊 那再進一步來講的話 就是說 那回到就是... 就是... 我個人好奇 也或許能夠... 就是那個... 那如果說就是... 因為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那是因為說... 我知道其實您在年少的時候 您... 您的... 您的成長... 成長過程 也沒有那麼的... 就是... 在所謂的社會價值底下 也沒有那麼順遂這樣子 那... 那... 我如果沒有記錯 我在看您母親的作作跟... 就是說... 之前美人姐她的那一本的時候 其實也有談到您的小時候 其實那個也是... 一段很痛苦的經驗 那既然... 就是說... 嗯... 我不知道你在面對這種存在... 嗯... 有一句話 就是... 他人及地獄 你知道啊... 嗯... 對... 那如果是這樣的狀況底下 我又要怎麼樣去... 面對這樣的狀態 因為其實... 還能夠意識到所謂的... 他人及地獄 就... 至少已經是一種自覺了耶 是啊... 而且... 我們上次有講過這個怎麼解決嘛 就是說... 你如果是... 集中在特定的他人 或是你貼一個標籤 把它變成所謂的他者或他君 那這樣的話 你自己還是現在地獄裡 並沒有出來 唯一能夠出來的方法 是你用一種結構性 的方法 直到說... 未來... 不但我自己不會再發生這樣的狀況 而且結構性 你做了這樣一點點修改之後 未來其他人碰到類似的狀況 機率都減低 那只有這樣的時候 你才能夠真的走出來 對... 這是昨天... 後面的時候我們有提到 對啊... 但我後來就是在... 我自己的... 睡眠時間的時候 對... 對... 但這個部分的話 它其實... 我當然知道在你的體系裡 你的系統裡面 其實它是很完整的 對... 但是... 我們照顧一下其他的聽眾 或是讀者的時候 都是說... 對他們來講的時候 是不是... 那個... 是不是我的那個心理素質 當然... 你看... 輸出很多有沒有 網路資訊也有很多 那... 我真... 其實我也... 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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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的我是一攤爛你的話 對啊... 你就睡到十小時... 十二小時... 你睡到二十二小時... 也可以啊... 可是我還年輕怎麼辦 你就睡... 還是可以啊... 就睡到二十四小時... 都可以啊... 就是說... 你可以花任何你想需要的那個時間... 獨處嘛... 那獨處一方面是練習死亡... 當然... 但是二方面也是說... 那... 等到在這個一攤爛你這個情況下... 真的可以放下掉一些... 就是外面給你的不必要的這些... 鑽繩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你就算... 好了... 你睡了二十二小時... 你有兩小時有動力... 這兩小時你也可以... 移動到一個不同的文化力嘛... 那... 無地帶的時候怎麼辦呢... 就是說... 就是因為我們談的... 大部分其實是說... 這時他還會醒啦... 有沒有... 那萬一他是一個... 永遠都在泥沙上面... 就是中陰嘛... 我知道你會這樣回答我... 其實我心裡有答案... 原來談過三次之後... 對... 就是... 就是... 如果是那種... 灰色地... 我隨便亂舉個例子... 我舉個例子好了... 就是... 就是... 就是跟這個... 沒有關係... 因為我這個... 我還以下的想說這個例子來... 但譬如說... 就是我們... 一直在討論的所謂的那個... 貧窮線嘛... 那... 有些人其他根本也沒收入... 但... 但好巧不巧... 剛好就是說... 或許是他父母留給他一個房子... 然後那個房子剛好只是... 剛好他不用... 才不用入宿這樣子... 那... 可是他也... 可是他也沒有工作... 那他這個人可能... 他就沒有辦法領到補助... 因為我們剛剛... 我們之前有兩樣... 社會安全網站的一個部分... 因為我覺得很多東西... 您所講的東西... 其實都可以套用在某一件事情上面... 但是... 有一個東西是... 我後來就發現... 我在... 我在思考的過程當中... 就是... 那如果像這種... 就是灰色地帶的時候... 那怎麼辦... 不過這個... 我們剛剛... 不是剛剛... 之前有講過兩個... 就是社會部門嘛... 對... 對... 因為有些不是透過政府來... 有些是透過宗教系統... 或社會部門來的... 就是所謂的社區無助嘛... 那這是其中一個系統... 那另外一個系統是... 他也可以考慮掉... 就是... 把那個房子... 你知道... Airbnb... 或者... 就是做一些火花利用... 但是那個前提是說...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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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 他需要... 他需要... 那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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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到別的事情去了... 對... OK... 他... 那... 他也是必須要... 奠基在所謂的知識基礎下... 我要知識變現之後... 我才能夠去達到所謂的... 我生活變現... 確實啦... 就你如果硬要講的話... 他如果不是字... 他連寫個招租都做不到... 等等... 對... 我就知道你要講這個... 我現在其實也有這樣的答案... 事實上是這樣... 但我們... 因為你這本書... 已經設定一個知識門檻在這裡了... 可是如果說... 今天我們不要為了這本書... 設定一個知識門檻在這裡的時候... 對... 今天假設... 就是... 很單純... 就是你在面對... 就是其實... 我相信... 這個看法在這邊... 您也是希望就是說... 不是只有我們工作上面的互動... 既然... 今天透明是要給大家看的時候... 其實... 有一個部分... 即使今天是... 文字裡面沒有辦法書寫... 但是... 但是... 如果我今天沒有知識門檻在的時候... 面對那樣的人... 有一天他不小心... 可能他活到我60歲的時候... 他手上有個手機... 他不小心就按到了這段視頻的時候... 那或許他可以有對戰幫助的時候... 你可能會給他什麼樣的一個... 不過事實上... 你也可以講說... 我們自己到了90幾歲的時候... 也會失智啊... 那... 失智之後... 也差不多就是... 連招租的字... 說不定都寫不出來的情況嘛... 所以... 與其現在在這邊... 假設一個不存在的... 不如就講我們啦... 就是我們到最後會有一段時間... 就好像我們剛出生不久的時候... 的狀況... 我們說老小嘛... 所以... 到最後可能會... 退行到... 四歲的... 三歲的... 兩歲的狀況... 都有可能嘛... 就是你我也都會... 最後會有那一段時間... 只是或長或短的... 差別而已啊... 對啊... 又是你才... 對啊... 那所以就是說... 假設他是或長... 那... 在那一段長時間裡面... 確實就是... 如果沒有一個... 社會安全網... 那... 當然就會過著... 非常不好的生活品質... 確實是如此... 對... 那... 當然一方面...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就不管是政府部門... 宗教社會等等... 總之就是... 會有一些支持系統... 那... 當然希望技術的普及... 可以讓一個人... 可以支持更多人等等... 這個我們上次都有處理過... 那但是... 如果全部都掉下去... 就是沒有接到的話... 那... 確實我也認為說... 那我們... 透過這樣的對談... 能夠給這樣的朋友... 和我們未來這樣的狀態... 幫助... 非常有限... 可以說是沒有的... 真的啊... 我反而... 我想要 feedback... 給你另外一個答案耶... 對... 因為剛剛好不好... 就是前陣子... 剛好碰到法國人... 我不是法國人... 應該是那個... 其實在這一塊... 我們反而... 社區的力量... 其實是做得還蠻好的... 各地像龍山啊... 或是那個萬華啊... 對啊... 共生社區啊... 就是我剛剛講社會部門的這一塊... 所以... 我的意思就是... 如果都掉下去... 我剛剛講了很多層嘛... 如果每一層都沒有接住... 那... 那真的是很不幸... 那這個時候... 來看這本書... 或者是滑手機... 看到這段 YouTube... 很可能是最不可能的選項之一... 但是... 日本的讀者也好... 台灣的讀者也好... 應該可以理解到說... 真的全部都掉下去的機率... 現在已經不大了... 在台灣跟日本來講... 對... 但是會變成... 無形當中... 會變成... 公務門的... 就是做社工的那一群人... 對... 或做法... 就是法庭的那群人... 其他人們相對來講... 會非常非常辛苦... 所以就是... 為什麼我們現在... 正在用公務的預算... 去確保說... 他可以專注在他的個案上... 而不是在... 重複填報... 就是不同的系統... 或者是在很多資本... 合銷... 等等... 這個操作上... 他到按加的時候... 可以不需要做... 重複的調查... 可以有一個... 共用的一個... dashboard... 帶來自一個... 就是... situation awareness... 來讓他們知道... 實際發生的脈絡等等... 甚至是... 本來在不同的社會局的... 相關的資料... 因為... 有些人可能他是... 住行北戴在台北工作... 等等... 可以是整合成一個... 限期預警的狀況等等... 所以... 我剛剛是說... 讓社工一個人... 可以當好幾個人用... 或者是讓社區的這一些... 關懷的... 專業關懷者... 專業助人者... 可以一個人當好幾個人用... 這個是我們學... 數位技術團... 可以幫忙的地方... 也是我們正在做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 就是說... 不斷一直在提及的... 就是說... 其實... 您代表的角色... 就是比較像... 公譜中的公譜... 就是說... 並不是我自己... 透過這個錄影... 去接觸這些人... 但是... 有能力接觸這些人的每一層... 我想辦法... 解決他們的... 工作上的困難... 以及... 透過數位創新... 讓他們一個人... 可以當好幾個人用... 理解... 理解... 謝謝... 我有答案... 你有... 你還有要問... 就是那個... 沒有... 沒有... 好... 好... 另... 這是... 這是我們今天談的... 那個... 就是關於... 死亡的部分... 然後還有就是... 因為... 我再繼續講... 存在的話... 我可能... 等... 等到如果... 我們很熟的時候... 我們就聊好了... 不會... 如果你其實覺得... 現在有... 是最佳時機... 就可以順著這個... OK... 我覺得... 沒有... 我整個都是漢... 是嗎... 對... 另外就是... 另外就是... 另外再也就是說... 因為我其實... 就是我每次來... 就是我其實... 有大概跟你講... 就是說... 我有想了幾個... 就是... 幾個那個... 大的方向... 這樣... 因為細節我覺得... 其實從... 我們對話裡面... 其實... 就是... 您會有... 您的... 自己的... 一套觀點裡面... 而且... 我其實... 我上次也有跟您分享過... 就是說... 因為... 這陣子... 其實有好幾本... 在書寫您的書... 我也有跟您... 談過我的想法...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就是... 有一個部分的話... 今天我... 準備的是說... 就是... 今天有一個... 比較大的訊息嘛... 我們除了... 就是... 剛剛講到那個... 就是... 那個誰啊... 那個... Airbnb有沒有... 他就是那個... 美國那個... 有可能是... 對大眾的那個... IPO的那個案子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 還蠻大的消息是... 就是... 前... 那個葉倫... 他其實被聘請... 就是... 是... 要當什麼... 什麼... 就... 美國他們... 你應該知道這件事吧... 嗯... 好... 我要講到重點就是說... 就是... 所謂的...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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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 因為... 對... 好... 我先問到這裡... 然後再延續... 你說講的... 你說的力是力量的力... 對... 那... 呃... 一般來講... 我們講女力的時候... 講的是說... 呃... 比較... 能夠在... 性別敏感的情況下... 去用... 比較... 呃... 不同於以往... 由上而下... 或者是陽剛的性別角色... 呃... 對一個領導人的期待的方式... 呃... 去進行領導嘛... 那通常是這個意思嘛... 對... 那你... 你全講的是... 一些比較基本的嘛... 呃... 一開始... 講的是... 好比像說... 哦... 對... 這個在日本跟台灣是完全不一樣... 對... 好比像說... 快復興的... 這種事情... 對... 那或者是說... 同工同求的事情... 或者是說... 呃... 就是...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所以所有重大的... 呃... 這些委員會等等... 至少要三分之一的... 特定性別比例等等的這些事情... 那所以這點我想是互相加強的嘛... 這邊講的是制度性的東西... 那這邊講的是... 呃... 可能就是... 我們平常在相處的時候... 可以多參考一些... 呃... 不是傳統的領導... 或者是傳統的... 工作方式... 嗯... 傳統... 這樣這邊講的是福權主義的... 工作方式... 嗯... 那在這一塊的話... 你覺得就是說... 呃... 呃... 在十年前跟十年後... 就是在現階段... 其他的改變... 就是... 您... 就您自己的觀察... 的差異比較大在哪裡... 對... 我覺得... 當然最大的差異就是... 性別左右化的這個推動... 因為這個推動... 是整個公務體系... 在做每一個決策的時候... 不管是編一筆... 中長城計畫的預算... 或者是要通過一個法律的草案... 都必須要透過性評會... 而且裡面超過一半是民間的朋友...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是有民間的朋友... 來帶著公務門... 呃... 來看到說... 我們每一個工作... 都有可能造成... 性別更平等... 或更不平等... 那所有這些平等... 或更不平等... 都已經有量化放在... 中長城計畫的那個資料庫... 所以就算這個中長城計畫... 已經執行完畢... 這個帕數還會繼續算... 就是已經細到包含什麼... 校長的性別PD... 校務主任的性別PD... 等等等等... 所以就是說... 每一個... theory of change... 就是... 讓事情更好或更不好... 的這些法案... 在一開始的時候... 當然大家都填得很痛苦... 覺得說... 我是警管會的... 我是勞動部的... 我在做這個法案跟性別... 一點關係都沒有... 為什麼一定要... 來填這個影響評估... 但是... 後來慢慢大家就淺一末化發現說... 原來真的一件事情... 你用這樣子的方式去看的時候... 你真的會看到說... 它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 第二... 就是刺發性的吧... 刺發性的後果... 那這些如果在一開始... 沒有廣泛的去問的話... 那真的很容易... 因為在決策的人... 都是特定的性別... 所以就忘記... 其他的這樣子一種角度...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 後來我們在做... 結婚不結飲等等... 這些社會創新的時候... 公務體系可以這麼快... 就等於變出... 相應的所有需要... 調適的東西... 那是因為在... 不管他們之前在哪個部會... 已經長達13年左右的時間... 都已經就是... 把性別主流化這個概念... 等於進內化... 變成他們工作的習慣... 但是這個在十年前... 剛剛開始出現這種... 性評會啊... 外部委員啊... 真的要投票起來... 總是比這個部長多一票啊... 等等的這些... 就是體制外... 剛進入體制內的時候... 當時還是非常... 衝撞的... 非常離經叛道的等等... 那現在就是... CEDAW也已經... 跑了幾輪了... 大家都覺得說... 本來就應該這樣... 就是已經到就是... 公務員多恩無自然... 的這樣子一個情況... 所以十年真的改變很大... 那... 您可以幫我們舉... 一兩個例子嗎... 雖然... 我知道說您之前... 也有提到蠻多例子... 那量化的例子... 當然可以舉很多啊... 這也是其實... 也是我的問題... 一兩個例子就是一個部分... 第二個就是說... 難道就是說... 我們都是用量化的... 因為我們已經看到進步了... 所以我看到結果了... 可是在早期的時候... 其實它是從量化開始的... 那你覺得到現在... 其實你也有回答啦... 其實它也有質疑了啦... 對啊... 我的意思就是說... 量化的... 好比就是說... 一定要數到三分之一... 一定都... 不過四分之一... 就看... 看趴數啦... 好比像說... 現在國會是百分之四十幾嘛... 對... 那總統百分之百嘛... 對... 是女性... 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這些量化的好處就是說... 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說... 如果你做一個政策... 不小心... 讓這樣子的量化往往回退... 大家是不接受回退的... 每一次一有回退... 還有什麼內閣手上比例... 就是社會馬上嘩然... 說你為什麼可以做一個政策... 讓它回退... 到底是... 檢任官的持家者不友善... 這個請假規則不對... 權序規則不對... 還是說... 這個... 女性... 作為持家者... 還是一個牢固的... 什麼什麼之類... 馬上這些討論就開始出現... 所以... 為什麼有重要性別統計... 實在不那麼重要... 就是因為... 任何一個回退的時候... 都會出現這種社會討論... 那大家都會有一種... 我們只能往前進... 不能往回退的這種感覺... 那這種感覺... 一旦變成大家所廣泛認可... 就是質變了... 所以就是說... 那... 呃... 那在這一點上面... 我們好像真的比日韓喔... 來的進步... 當然啦... 因為韓國好像是在今年有沒有... 或甚至中國大陸... 就是他們... 其實也是今年才會講出所謂的... 呃... 呃... 而且他們是從那種... 就是所謂的... 呃... 呃... 節目開始... 而不是從... 那個... 我們不一定說就是top down... 而是說就是... 呃... 他不是從所謂的那個... 工部門開始... 是啊...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早年... 就是... 那些前輩... 是... 他們採取了一個... 就是進入體制... 但是去拆那個體制... 嗯... 的就是... 比公務員多一票... 的這個做法... 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 就是展現出說... 不一定總是要透過抗爭的方法... 也不是完全只是監督... 而是... 就是... 我行我來啊... 的這個狀況... 開門造劇嘛... 我們現在做很多... 開放政府的... 國家形容方案的工作... 那其實姓平處都是... 類似領頭羊的角色... 就是... 一旦這個部會... 不知道該怎麼跟民間共創... 我們就說你去看姓平處... 看姓平處就是... 就是開放政府的翹處... 那... 這件事情... 重要的... 另外一個... 原因也是因為... 因為這些前輩們... 他們完成了他們當時的... 這種想法之後... 他們有多一些時間... 所以就可以去幫忙... 好比像說... 多元性別啊... 等等... 的別的題目嘛... 那這也是非常重要的... 對... 這個時候... 就是等一下... 我也想跟你請教... 那... 剛剛我們講的是... 公共門的部分... 他也慢慢其實... 也發射到民間上面... 民間企業... 那到了民間企業... 裡面有沒有... 我們其實也... 不... 難發現就是說... 其實在過去... 並沒有那麼的... 就是... 平等... 跟公平... 可是像現在就是說... 就是... 媒體圈不能算啊... 因為媒體圈其實... 一眼望去... 全部都是女性總緣結啊... 比較... 居多... 比較居多... 大概大成吧... 對... 大概就是比較居多這樣... 可是在其他的領域裡面... 其實他... 慢慢前來... 但也是... 就是... 算是比例比較少... 那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說... 那如果說我們到... 私人企業裡面... 你怎麼樣去看... 就是說... 所謂的... 男性的領導力... 跟女性領導力... 當然這話題很多時候... 大家其實都有討論過啦... 那... 您覺得... 他的差別... 或您的觀察裡面... 他有沒有比較進步... 嗯... 我是覺得... 當然... 所謂男性或女性領導力... 它是首先放在一個... 文化脈絡裡面... 呃...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在阿美族的話... 女性領導力跟男性領導力... 這兩字的意思... 絕對跟我們在一般... 就是... 呃... 漢人的狀態是... 完全不一樣... 因為人家母權... 這個社會... 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覺得並沒有... 放逐死海而皆準的... 所謂的男性領導力... 或女性領導力... 這個都是在... 特定文化架構上面... 才存在的一個東西... 那... 而且... 它很多時候是一種... 一種展演... 就是說... 呃... 你有能力去執行... 呃... 在你的文化架構上面... 去做的... 所謂的男性領導力... 的這件事情... 那即使你... 生理上面... 而是女性... 但是你有能力去... 做一個... 所謂男性領導力... 的... performance... 這對你也沒有壞處啊... 嗯... 只是說你不要被卡... 進去嘛... 好像說... 你成為領導人... 就一定要去... 符合陽剛氣質... 但是你偶爾能夠... 展演陽剛氣質... 總不是一件壞事... 那... 反而我也一樣啊... 就是說... 生理的男性... 他如果需要的時候... 能夠展演... 陰柔的... 領導氣質... 這絕對也是好事啊... 對我來講... 我並沒有在腦裡... 覺得說有一半的人... 跟我不一樣嘛...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對我來講... 就各種各樣不同的氣質... 那我們講... 20種國家語言... 超過20種文化... 每一種裡面... 都有他自己的... 男性或者女性的... 領導風格... 所以在我腦裡... 是非常非常多種... 領導風格... 那這些風格... 如果都能夠展演的話... 那你碰到事情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是... 跟他有一個... 良好的一個介面... 那這個才是比較重要的... 畢竟... 所以就是說... 其實我們不要去講... 跨跨跨... 跨性別或跨什麼... 其實根本就是... 就是把性別的兩個字摘掉... 我們就是身為... 人的那個... 對... 對... 沒有錯... 所以就是說... 從... 從您... 小到大... 然後再從... 私人當... 從創業到... 公司部門... 然後再到... 就是說... 你歷經了各種的職位... 有沒有... 哪一個角色啊... 你覺得... 因為我們剛剛有談到... 假如說... 我破除了那個所謂的... 跨或界線... 因為我覺得... 根本不需要... 有跨就有界線... 講白一點是這樣... 那... 您在哪一個角色上面... 是你覺得比較舒服的... 或甚至就是... 不一定是最... 或是... 或是... 或是怎麼樣... 就是... 你覺得在哪一刻... 你其實是覺得是最... 最快樂的... 你說現在這個階段嗎... 嗯... 還是回向全部的39年... 對... 回向全部的39年... 那不然就是說... 我覺得... 我可能比較私心一點... 分兩個層次... 因為... 我們前面談了很多公共利益... 如果是你前面的部分... 還沒進入公體系... 哪一個角色是你比較舒服的... 那進入公體系這4年... 你又是哪一個角色是... 哪一個... 哪一個... 哪一個角... 哪一個階段... 哪一個片刻... 對... 你是比較舒服的... 是... 我在加入公共利益之前... 最覺得... 感到... 自由... 開心的片刻... 就是... 杜惠萍校長跟我說... 你們不用來學校了... 教育局那邊... 我幫你回教文書... 沒有說回教文書... 就是回教文書... 對... 對... 追溯習英國... 的那個片刻... 那真的是... 完全一種解放的感覺... 所以... 那應該是... 加入公共人前... 最快樂的一個片刻... 那... 從那個時候開始... 你說... 我的定位... 就不再是... 中二的學生... 當時我二年級... 對... 而是... 那是我... 誰是你... 對... 對... 小二跟中二... 那...anyway... 那就不是中二的學生... 那... 而是一個... 就是... 你要說... 就是... 網路上面的一個貢獻者... 一個contributor... 那這個contributor的身份... 我是很開心... 這麼小... 就有這種contributor的感情... 是啊... 因為... 當時的感覺就是說... 我只有在... 下課的時候可以... contribute... 那我上課的時候... 必須跟著學校的那個節奏走嘛... 所以等於是說... 我一天... 十六個小時醒著的時間裡面... 我有一半的時間... 呃... 被卡住... 那我只有一半的時間... 可以做貢獻... 那等於... 杜惠平常這樣一講... 我就等於全部的時間... 都可以拿來做貢獻... 所以等於就... 加倍的貢獻嘛... 對...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真的非常開心... 第一件... 那一奶... 你... 因為我記得... 您有跟我提過就是說... 呃... 因為... 在過去就是說... 您接觸古塵法揭化的時候... 然後您覺得... 你從上面... 還有網際網路的... 的世界裡面... 可以讓你自己... 多的... 就是多元自學這樣子... 那... 所以就是說... 你會產生... 就是... 你覺得就是... 你過去受制於人... 今天就是... 你私餘人嘛... 所以現在就是... 全部開放出來... 但是... 那個時間應該是... 在你自學之後... 但是... 那... 我好奇的是說... 你會有那個... 貢獻的那個意識... 我不是好奇你的年齡... 而是說... 它既然是發生在後面... 你做了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在... 在那個時候... 你覺得最舒服... 你的時候... 你怎麼就已經... 會有那樣的意識存在... 不... 我接觸到網際網路是12歲... 所以小學六年級... 小二的時候是幾歲啊... 十... 十二... 十二... 所以它沒有時間差對不對... 沒有時間差... 我是先... 當然是... 取之於網路... 沒錯... 十二歲...十三歲... 但是到十四、十五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做貢獻了... 理解... 對... 所以它是... 它的那個... 思想理念跟行動是一起的... 嗯... 就是中間可能差一兩年... 差一兩年... 對... OK... 好... 那... 後面... 對... 就是在... 入閣之後... 有怎麼樣子的一個... 定位嘛... 讓我讓自己比較開心... 呃... 當然... 我覺得... 之前在這邊發生過一個訪問... 那這個訪問是... 應該是北德的一個記者... 那問我說... 覺得說... 台灣是不是... 一個證明嘛... 證明是說... 即使是... 這個... Homo Saviens... 也可以做... 做民主... 做數位民主... 那我就說... 台灣是一個證明說... Homo Saviens... 也可以做數位民主... 對... 那... 那... 我覺得... 呃... 不是一定那個片刻... 可是... 那樣子的互動... 是讓我很開心... 就是... 因為我對自己的定位... 現在又更廣了嘛... 不是只是網路上的貢獻者... 而是在實體世界... 作為一個... 智人... 做一個Homo Saviens... 也是... 有所貢獻... 那... 難道都是在小時候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 反而能夠做... 實體的貢獻者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 你不想嘛... 不是... 而是比較沒有機會嘛... 嗯... 理解... 理解... 可是到了... 就是說... 您創意的時候... 您到美國的時候... 那時候還有... 就開始辦黑客松等等之後... 當然有啊... 對... 但是就是說... 那個時候還不會有... 嗯... 就是... 北德日報的記者... 或電台的記者... 來問我說... 欸... 你在做的這個... 是不是全世界都可以... 有所學習嗎... 還沒有到這個程度... 其實這一次我想跟你請教... 就是說... 我們在過去的時候... 其實一直在講... 就是說... 還有您後面... 我們前面講溝通... 跟對話溝通嘛... 還有就是... 傳播散播的力量... 散播出去... 不過我們現在用... YouTube 散播出去有沒有... 那您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實體的那個世界裡面... 那所以就是說... 像... 比如說... 這是我想請教的啦... 就是說... 您自己在決定... 就是說... 那所以像... 比如說... 您會答應... 像那個... 日本這樣子的... 一個... 台日和版的... 出版... 是不是也是... 有一個部分... 是不是也是希望... 就是說... 您的那個傳播力... 能夠... 往外... 如果... 我其實主要就是... 累積素材... 對我來講... 並不是... 特別一定是... 用什麼方式... 往外... 但是... 我確實是... 後面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 其實我現在還想不到... 怎麼用... 這個素材... 總是未來... 有人想得到的... 所以是... 為未來而開放... 但是... 並不是說... 我指定它要用一個用途... 所以... 為什麼我就是... 比較坦然... 因為覺得說... 不管這個最後變 podcast... 變成書... 變成漫畫... 變什麼東西... 都無所謂... 如果有人覺得... 這個對它有用... 那它就可以拿去用... 那所以... 這件事情本身... 當然我也很開心... 那這個... 同樣的... 也不是看它是... 特定的社群的成員... 才可以使用... 好比像說... 新聞創作的社群... 出版社群... 等等... 而是... 即使是饒舌樂手... 或隨便誰... 都可以來取用... 所以... 但是... 為什麼... 就是... 因為你的時間也很寶貴... 然後... 你禮拜天的時候... 你看... 你還在忙公司這樣子... 然後... 那為什麼一下子要... 就是... 又...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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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應... 四家的那個... 日方的那個... 這可以分享... 不過是循序的吧... 不是同時啦... 同時也沒有那麼多時間... 對... 所以... 我覺得還是有一個累積... 就好比像說... 你會說... 你會說... 你前面... 至少... 前三本看過兩本了嘛... 或者是... 就是大概看過了啦... 對... 那... 這個意思也就是說... 他們的工作... 是你的工作... 的一個基礎嘛... 你的工作是... 在這個基礎上面... 繼續問下去... 對... 之前... 在... 就是收播之後啦... 有稍微有提到說... 所謂的理想的採訪... 其實並不是... 一個人... 或者兩個人... 在一段時間裡... 可以完成的事情... 我們在進行... 這樣子的... 採訪工作的時候... 總是... 好像那個... 無限遠的地方的胡蘿蔔... 那就是... Horizon... 這個... 對... 就是一個... Horizon... 對... 就是一個水平線嘛... 水平線... 有一天... 天際線跟水平線... 感覺上... 好像可以融合... 但是那是一個... 視覺的幻覺而已... 其實不是那樣子的... 對... 但是... 我們總是要在這種幻覺裡面... 才能夠去... 持續其他人... 已經做的... 採訪工作... 繼續往下做... 因為這其實也是... 昨天... 因為那是離開的時候... 我們昨天提的那個... 您回答那個問題... 對... 那我就在想說... 您講那個天際線... 他不會也有個鏡頭嗎... 可是前面那一句話... 又講了... 又是說... 沒有鏡頭... 因為地球是圓的... 你對著天際線走... 是走不到天上的... 對... 我又想到這一層... 但問題是說... 對... 就是視覺上面... 我往往走... 可是我可以跳到火星上... 我昨天想到... 我昨天想到是這個... 然後想要不能睡著... 當然很好... 因為你的方式很好用... 對... 非常棒... 確實啊... 就是說... 我們現在畢竟還是在地球上... 然後... 我們的工作也是在... 現有的... 不管是新聞學... 或者是... 採訪報導... 的這個概念裡面... 我們並沒有一下子... 就開始見錄音室... 然後真的... 一起唱Rap... 那那個是... 確實像火星... 那是另外一組... 而且又開記者會... 對吧... 對... 就是說... 我們是有一個軌道... 這個我承認... 但是... 在這個軌道上面... 我覺得... 也是因為說... 它是累積性的... 對... 並不是說... 秋美珍的問題... 你全部都拿來... 再問一次... 好像也只是希望... 我看出自告... 再給出一樣的回答... 當然不是如此... 對... 不會啦... 我只是想要更理清楚... 你的想法... 看我有沒有想錯... 對... 就是往那個horizon... 繼續推進嘛... 但知道說... 不可能到達所謂理想的採訪... 了解... 但是這個素材的話... 其實我剛剛其實... 也有一個很大的收穫... 因為本來想說... 所以其實... 它其實... 它那個自由的定義... 其實蠻多的... 對... 就是開放給大家... 然後其實你也正在想... 就是說... 大家可以怎麼樣去共造它... 如果據說有人... 會要把這個Auto-tune... 然後跑去大港變電音... 蛤? 對啊... 就是我們對話的片段... 據說會有人去... sample... sample完之後... 就會跑去大港開唱... 變成一個電音... 但你剛剛不是... 那個下個月... 就是... 因為我有接到那個... 不是... 快了嗎? 他們現在還在報名吧... 是不是明年年初... 其實我不太覺得... 我昨天有... 我剛剛... 我今天早上有看到... 那個記者會的函啊... 對... 蛤... 是... 不是全部嘛... Youtube上面全部嘛... 還是... 當然全部啦... 所以就是... 到底會sample到... 我們的哪一段... 我們也不知道... 好酷喔... 就像我之前也有提到說... 他拍的那個... 就是... 天國乾針口罩的那個... 那個影片嘛... 國片... 酸國片嘛... 最近... 最近... 也有投在Youtube上... 可能你也有看到說... 就是... 各族的語言... 也都有翻譯起來... 那也是另外一位藝術家... 他跟袁明慧合作... 去把我們國家語言裡面... 其他的部分都塗上... 我也不知道他會做這件事情... 他也沒有問過我啊... 但最後他有奉獻嘛... 其實蠻美妙的齁... 其實這也是我今天... 來的時候... 在那邊... 其實我... 你昨天有提到回答... 其實我不會問你回答... 因為在我的字典... 在我的腦海裡面... 我不會有回答這兩個字... 對... 因為其實... 其實你只要... 有時候... 心情不好的時候... 好... 把他講完... 就是... 心情不好的時候... 看看人群有沒有... 你就會發現... 其實台灣其實... 還蠻... 蠻美的... 可是生活當中... 當然會沒不了... 就是... 你要碰到... 如同您剛剛... 就是我們有講到... 疫情其實在... 別的國家還是很嚴重... 那大家當然... 在那個共感的狀況底下... 其實有時候... 還有生活當中的疲累... 那... 可是那是大家都有的狀態嘛... 對啊... 好... 那... 再回過頭來... 就是一樣... 這個... 這個... 我們剛剛談的... 脈絡有沒有... 就是說... 那我們剛剛講... 就是幸福時刻有沒有... 在不管你在過去的... 那個職場上面... 還有現在在公部門的位置上面... 你可以產生更大的... 影響力... 那所以... 對您來講的話... 就是說... 那您對於快樂的定義是什麼呢? 不過... 我剛剛講的並不是更大影響力... 我講的是說... 能夠... 互動的社群增加了... 增加了... 對... 從... 網路上的一小群... 公民黑客... 變成... 基本上... 都算... 那... 不一定是影響力... 因為... 影響力這個字... 比較... 嗯... 可惜是說... 我們同時用它來... 翻譯... 跟影響力... 導致我們很難... 討論一個... 而不討論另外一個... 對... 那我剛剛特別講的... 比較像是影響力... 而不是影響力... 理解了... 理解了... 就是那個... 像蝴蝶三中的流量... 對... 是嗎? 對... 就是說... 影響力講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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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力講的更清楚... 我覺得這蠻好的... 其實我們可以... 藉由英文字... 它的翻譯... 因為在之前... 我們其實也有講到... 什麼... 對... 那這個... 我剛剛有聽清楚... 可以再幫我們... 完整... 因為說不定... 不是我們用別人用... 對... 那他們可以... 可以就是... 那個... 影響力跟影響力... 我覺得其實... 離清楚也蠻好的... 其實通常我們在講... 影響力... 如果是在英文的語境... 講的是... 公共利益... 當然有時候公害... 也用影響力... 對... 他們叫... 會心撞地球... 也會叫影響力... 對... 但是通常啦... 可能... 影響力是中性的... 對... 其實通常我們說... 影響力... 講的當然不是說... 我租個會心來... 撞地球... 所以... 通常還是公益的意思啦... 對... 那... 他講的是公共利益... 而且是... 就是... 末端可感知的公共利益... 而不是只是... 你做一些活動... 而是說... 真的... 你有讓某些人... 他的生活... 因此而改變... 像我剛剛講... 安全網接不住的人... 你可以多接一些... 這個就是... 那... 但是... 在中文很不幸的... 影響力... 也可以講成個人影響力... 就是說... 我講了一句話之後... 有多少人會... 就是... 參賽這句話... 簡單講就是這樣... 那所以這個時候... 他指的比較是... 好像是... 關鍵的... 議題的時候... 總是會有一些... 關鍵的想法的一些... 領導者... 那所以... 這個時候又叫... Thought Leadership... 那這個時候... 這個 Influence... 講的就不是... 他到底... 把多少人的生活... 改變得更好... 講的是... 有多少人願意... 複數他的話... 簡單講是這樣... 對... 那... 我剛剛特別要理清的是說... 當我講的影響... 就是... 事實上是你講影響力... 而我點頭的時候... 我點頭是Impact那一邊... 對... 理解... 對... 所以我們需要這樣子... 才能夠更理清楚... 那樣的... 不一樣細微的狀態... 對... 因為... 即使我想的是Impact... 只是... 在你的理解裡面... 在你的理解... 我傳達出來... 給你的訊息裡面... 其實就會變成那樣子了... 對... 不過就是說它有... 就是... 消除奇異啦... 就是說... 它是ambivalent... 所以... 其實... 對我來講... 我可以說... 我跟你都了解了... 可是... 聽眾未必啊... 聽眾說不定就想到... 就是... 是... 現在就要做一個... 消奇異的活動... 對... 沒錯... 消除奇異... 我非常贊成這個人... 因為其實... 智慧上太多... 消除... 就是那個... 情意性在... 很多時候其實... 大家... 的立場是一樣... 尤其是最近... 最近有一個... 很... 很... 很無聊的寂寞... 好... 那我們再... 回過... 我們再... 就是... 接著剛剛我們所講的那部分... 我們在消除奇異之後有沒有... 剛剛我們講幸福嘛... 對不對... 那... 就是... 我剛剛其實也... 也有講出來就是說... 快樂這兩個字... 對... 剛剛已經... 其實已經講啦... 就是說... 你把幸福這邊去掉之後... 剩下來的... 這個就是說... 是一種... 滿足的感覺... 覺得說... 我滿確實的知道說... 有硬派... 這個硬派... 不一定是我個人親手做的... 但是... 我有參與其中嘛... 這個參與其中... 不管營造一個空間... 或者是說... 傳遞到我身上... 我就把它傳出去... 增加它的基本傳染數... 等等的這些情況... 但是實際上面... 是有一種滿足感... 覺得說... 真的... 就是... 我燈出的時候... 又... 世界又比燈入的時候好一點... 這樣子... 那這個是很開心... 對... 所以... 幸福、開心、快樂... 對你來講... 還有滿足感... 那個其實都是一樣的... 對啊... 就是一種... 一種... 那最簡單的... 比如說... 你最喜歡吃... 你最喜歡吃東西是什麼... 比如說... 碳學化合物... 蛋白質跟脂質... 米... 碳學化... 米飯啊... 都可以啊... 有些人很簡單... 比如說... 他在... 他在... 口譽上面... 那最簡單的就是... 口譽上面... 當滿足... 那就是一種快樂... 那你最簡單的快樂是什麼... 就是... 碳學化合物... 蛋白質... 智質... 蛋白質... 智質... 智質... 對... 好... 那個是最簡單的... 跟最大的... 的公園... 不一定是公園... 最大的... 不過事實上... 我們就從... SDGE 數到17就好了... 消除貧窮... 消除飢餓... 在最一開始啊... 然後有一個健康的身體啊... 然後就是... 有學習的權利啊... 那...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是... 性別平等嘛... 然後... 有乾淨的用水... 有乾淨的水資源... 包含下水道跟下水道... 然後有... 結晶的能源可以使用... 有良好的工作... 然後... 有工業跟創新的這個... 方式... 然後... 可以消除一切... 國家跟國家之間... 跟國家裡面... 族群跟族群之間的... 不平等... 然後... 有永續的城鄉... 然後... 有... 就是... 負責人的生產消費... 促發所循環經濟嘛... 然後... 接下來是... 氣候變遷的對策... 然後... 又接近了... 海洋生態... 然後... 陸地的生態... 然後保持... 和平跟開放的... 治理模式... 然後... 全球的夥伴關係... 所以... 大概就是... 從最基礎個人... 一路到最抽象的... GSDG... 就是一倍到17就這樣... 對... 因為... 對... 好像在訪問... 對... 我們以後管到17下... 你會背下來... 對... 這個很容易... 我有一個口訣... 什麼樣的口訣... 可以對鏡頭說... 就這個... 平積見教... 性盡能量... 公平承認... 切害路合... 然後... 最後... 這很好背嘛... 還蠻好背的... 那你在處理這些... 狀況底下有沒有... 聽起來... 就是剛剛我們... 好像一直在XRG... 你... 或是從以前到現在有沒有... 然後... 你... 脆弱的時候... 或是協商的時候... 因為... 其實我有個悲題啦... 就是說... 協商的時候... 然後... 那時候你有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 就是... 在天的時候... 參加那個會議... 我要錄影... 他們是要offer the record... 乍看起來完全... 就是... 不相容的... 對... 但是後來... 就是說... 之前有些人講好... 最後就是把你那一段... 就是擷取出來這樣子... 可以模仿... 對... 現在也播到YouTube上了... 對... 然後... 但是... 就是說... 那個... 還是很peaceful這樣子... 你的人生當中... 除了成長戰爭之外... 現階段... 就是說... 協商必定有... 有... 有... 那個狀態... 像我們剛剛一坐下來... 就在玩笑... 在話說... 你先講你先講有沒有... 對... 但是... 你先講你先講的時候... 其實... 那個... 按理... 波濤洶湧... 有沒有... 所以... 搶著附杖的時候也是這樣... 對... 哈哈... 有沒有... 搶著附杖也是這樣子... 不會啊... 這段我處理... 對... 原來是這樣... 以後我就比較... 被錢包了... 好... 那在... 就是在那個... 就是你現在... 的生活當中... 你好像... 就說你... 最近... 要發... 就是... 那個比較脆弱的狀態... 或是說... 你務必一定要跟人家... 八個那個狀態... 底下... 你好像... 沒有什麼... 衝突的狀態... 這樣... 因為我選沒邊站嘛... 人家提出更好的理由... 我就幫他辯護啊... 那他就會發現說... 欸... 怎麼我公然立場換了... 我不是立場換了... 你的想法真的比較好... 嗯... 這個昨天我們有談到... 嗯... 然後昨天有舉例子嘛... 我記得我昨天在整理的時候... 是只有講概念... 因為我們昨天... 對... 因為... 我們昨天講概念比較多... 因為昨天我們滿嚴肅... 就是... 那... 可以幫我們舉一個例子... 我覺得這個其實對於... 就是... 普世的人其實是滿有用的... 他不管他在哪公務門... 或是在那個... 對啊... 對啊... 可以比一下... 選美一邊站跟換位思考... 已經又不一樣了... 對不對... 又到另外一個... 因為換位思考... 其實是... 一次還是只選一邊站... 對... 那選美一邊站... 它比較是... 可能像你說火星... 或... 國際太空站的那個角度... 對... 所以... 選美一邊站... 是在腦裡要同時能夠選美一邊站... 那這個不容易... 其實... 因為... 一般一個很好的主持人... 專業的那種... 就是... 生意識討論的主持人... 腦裡能夠有二十邊... 就已經是... 一個極限... 就... 房子... 房間裡有二十個人... 你隨時要能夠知道... 從他的角度看起來... 另外十九個人是什麼樣子... 這這個大概是... 人腦的極限... 再... 再上去就很困難... 你就要開始把他們... 分區分組... 對... 那... 所以... 我說選美一邊站... 也不是真正意義上說... 我現在就是... 到一個... 會場... 會場裡面有五千人... 我真的能夠選五千邊站... 我不是... 有那種能力... 沒有那種能力... 對... 那但是... 就是... 通常... 我們還是可以用一些技巧... 好比像說... 像剛剛講到的... 十七個人去發展目標... 其實它是十七個不是價值... 如果你在腦裡可以選這十七邊站... 幾乎... 差不多... 顛覆不破... 因為很難主張到... 就是... 同時違反這十七個價值... 又有很多人支持的事情... 對... 那所以這是一種... 解決方案... 那另外一種解決方案是說... 那大家就... 互相... moderate... 就是... 自己互相協調嘛... 像我演講都用slido... 那就是因為說... 如果專門來鬧的... 他也不會管什麼... 永續辦的目標... 但是他也... 但是他也拉不到票... 就是... 不會有人按他站... 所以到最後... 其實你看到浮上去的... 每一個都還不錯... 就是... 都是... 反映了在場的共識... 跟共同價值... 所以就是說... 在... 你跟每一邊中間... 多多少少... 還是可以有這些... mediation... 那這些mediation... 它只要是prosocial... 就是讓大家更互相支持... 而不是antisocial... 就是讓大家更互相撕裂... 那這樣的話... 它自然慢慢就會累積到... 要舉實際的例子的話... 好比像說... 像... 無鬼人... 納稅... 或者是說... 我們說... 現在這個... 為什麼... 三倍券的那個... 軟體可以瞬間寫出來呢... 它是報酬軟體改的... 報酬軟體有什麼那麼好改呢... 那是因為說... 那樣有到爆炸的人... 來一起寫的嘛... 對...之類... 就是說... 反正就你行李來... 那當你一來... 你願意出現在現場... 我就挑你那邊站... 我沒有任何本位主義... 我沒有說我本來的做法比較好... 真的你的做法比較好... 而且我支持你... 而且幫你增幅... 但是... 我本來的那個立場... 也不是我的立場... 是公務員的立場... 武區國稅局的立場... 財資中心的立場... 我並沒有放掉... 我還是覺得那些是重要的... 只是說... 我會讓新來的這個人知道說... 那但是... 你這邊也是我的立場... 我不會變成說... 好像... 犧牲這邊去成就那一邊... 這樣... 好...我們時間到了... 好到喔... 對... 今天也這麼快囉... 對... 後面還有一個視訊... 謝謝... 絕對每一邊站這邊... 很精彩... 謝謝...